当你在海上指挥着一艘战舰 突然有反舰导弹朝你飞来 这时你最希望你的战舰是什么型号的呢 如果让火力军来选 这个时候我最希望我的战舰是 阿利伯克级的Flight 2A以上的型号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能使用大名鼎鼎的宙斯盾系统 发射拦截弹 拦截这枚反舰导弹 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早在2016年10月9日 阿利伯克级梅森号驱逐舰 USS DDG-87 就拦截了两发胡赛武装发射的反舰导弹 有力的保护了自身和周边舰船 随着时间的发展 阿利伯克级也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改型 最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USS DDG-91平克尼号 被发现安装了一种全新的装备 这艘伯克Flight 2A像是猫咪发塞一样 上层建筑被不知名的电子设备塞满 从而夸张的外扩 更是被有些网友调侃为违章建筑 那么平克尼号的电子设备究竟有何特点 阿利伯克级的历史和改型 究竟遵循着怎么样的时间线 本期视频霍利君带您一起解密 在最近DDG-91平克尼号上 安装的电子设备虽然乍一看 有点像是某种针对于外层空间探测的大功率雷达 但是实际上 这种设备是一种针对于反舰导弹的秘密武器 它的学名被称为C-VIP Block 3型电子战模块 正是编号ANSLQ-32V7 听到这个编号 有的观众就能理解 这个东西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博客级驱逐件上 因为在之前的博客级驱逐件上 就有较小的SWIP Block 2 及ANSLQ-32V6电子干扰模块 虽然看起来 这两个东西都被称为C-VIP 并且都拥有SLQ-32的编号 但是这却不再是一个东西了 因为SLQ-32V7拥有碳化架材质的 单芯片微波集成电路所构成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它具有主动电子干扰和电子攻击的能力 那它到底怎么用呢 在时代的更迭中 美国海军逐渐发现 作为舰队之盾的博客级驱逐件 虽然搭载了标准2标准6这样的拦截弹 还有20毫米密极阵CWS近距离防御系统 但是在面对下一代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 这些东西基本上只能是烧火棍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将会是一柄刺破舰队防空拦截体系的毛 它们甚至不需要饱和攻击 就可以消灭战斗群中的大型战舰 目前来讲 现有的拦截系统的拦截成功率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是使用硬杀伤拦截不了 并不代表飞得更快的电磁波就拿这些东西无能为力 经过实验证明 软杀伤可能是对于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最有用的武器 通过强大的主动定向电子干扰 直接干扰导弹的雷达导引头 使其失去目标特征坠海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在接受到火控雷达的引导波数之后 通过电子攻击手段在导弹面前制造假目标 将导弹引导到自己的雷达诱饵上面 从而对它无害化处理 而这种设备的加入后 即使是在对称对抗形态中 对手也具有对等的电磁反制措施的情况下 SAPEBROG-3也可以通过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干扰 为硬杀伤拦截弹和舰队雷达诱饵等设备 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拦截可能 从而提高战斗群内大型水面舰艇的生存性 毫无疑问的 这次的改装也是延续了阿利伯克级 在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中一贯的防空反导定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于需要伯克干什么的问题 美国人可谓是相当心知肚明了 如果说用一句话概括阿利伯克级的设计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在1991年7月4日阿利伯克级首舰 USSDDG-51阿利伯克号服役仪式上 美国海军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 也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舰级名由来的 阿利阿尔伯特伯克 对这级驱逐舰的评价 可以很好地概括他近30年来的服役生涯 他说This ship was built to fight 即此间为战而生 阿利伯克的诞生主要得益于美国海军的防空反导要求 在冷战中期 苏联海军对于美国海军的威胁 主要集中于三班辅上 首先就是携带反舰导弹的托尔2逆火 其次是大型水面舰艇 尤其是光荣级导弹巡洋舰 所安装的可以中级制导的P700花钢岩 最后就是神出鬼没的苏联攻击潜艇 和他们携带的潜射反舰导弹 彼时美国海军还在使用传统的搜索雷达 加火控雷达的形式 虽然这些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还算高精尖 但是它却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反舰导弹威胁 因为虽然搜索雷达可以一次性捕获多个目标 但是火控雷达受限于传统雷达照射方式的限制 它一次性最多能锁定2到4个目标 如果在平常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在大洋上展开决战 苏联海军首先将会在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战机警戒圈外 通过驱逐舰或者雷达机等中继引导手段 先向着战斗群撒一波反舰导弹再说 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反舰导弹 将会完全堵死军舰上的火控雷达通道 即使设备再先进也无法同时拦截这么多导弹 这就是所谓饱和攻击战术 同时也是催生一面海上神盾 及宙斯盾战斗系统的直接原因 很多人可能以为宙斯盾系统 就是在阿利伯克和提康德罗加上安装的平面雷达阵列 但是宙斯盾系统实际上是包含了一整套 从探测数据上传 指挥武器选择发射到最终击落目标 所需要的电子设备和指挥程序的 高综合性指挥控制系统 而雷达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宙斯盾系统将一艘舰艇可能会遇到的水面战 反潜战防空反导拦截等情况 全部集中于一个战斗情报中心内 再通过计算机将这些站位相连 从而最大发挥人家机器的效率 可以让安装有驱逐舰的舰艇面临更多情况 比如说在早期反潜战斗中 声纳武器和舰桥实际上是分开来的 三者通过互相喊话来确定舰艇的下一步动作 而在宙斯盾系统中 声纳探测完目标后 就可以立即给阿斯洛克反潜导弹装定射击助援 在极短的时间内对目标开火 提升从发现到毁灭这个过程中的效率 而在核心的问题上 如何解决苏联反舰导弹威胁上 宙斯盾的硬件也非常具有特色 美国海军工程师们拿出了人类史上 第一部舰载四面相控阵雷达 ANSPY1 这是一种采取EF波段的无源相控阵雷达 可对空中和海面目标进行自动搜索 检测 跟踪 数据将通过宙斯盾系统传送到ANSPG-62火控雷达 让其引导标准二防空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 同时 对于已经探测出来的目标 舰队内各舰艇还可以自主协调 比如 当一个方向上来袭单位超出该方向上火力通道上限 宙斯盾系统就可以协调其他舰艇和导弹 也参与到火力来袭方向上的拦截 这个在以前需要舰队司令精确调控的拦截方法 在宙斯盾系统参与决策指挥后 夸张的来说 只需要几秒 就可以完成以前几十分钟才能完成的火力指挥 可以成倍提升舰队 对于反舰导弹饱和式袭击的拦截成功率 而宙斯盾系统的首先应用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这群巡洋舰继承了美军将巡洋舰作为指挥舰的传统 实际上成为了美军航母战斗群中重要的防空拦截指挥的角色 而当美国海军尸装了提康德罗加之后 他们就发现宙斯盾这玩意儿是真的太香了 原本查尔斯亚当斯和斯普鲁文斯两级驱逐舰 在当时也算是勉强堪用 而且提康德罗加的加入为这些原本只能点防空的驱逐舰赋予了更高的作战能力 但是宙斯盾这个东西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于是一型安装有宙斯盾系统的mini型提康德罗加就这样被提出 而最后这个计划的结果就是为战而生的阿利伯克 作为一艘以多用途为设计目的 防空为主要作战手段的驱逐舰 阿利伯克级的设计特点也成为了众多同类型同吨位驱逐舰的设计标杆 在这之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VLS垂直发射系统 美国海军使用的VLS垂直发射系统被称为MK41 它采取热发射模式 不但提升了射速也提升了其系统可靠性 这是因为在之前 美国海军经常使用的是单装或者是双连的 可再装填的摇臂式发射系统 当摇臂式发射系统打完发射架上的导弹之后 它会对导弹进行再装填 这样一来一回就极大的限制了这种导弹发射方式的射速 在对于多批次大量目标来袭时 它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所以这也是MK41VLS彻底替代了 其他的防空导弹发射方式的最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MK41还可以携带不同的导弹 在防空时可以使用标准 在对地时可以使用战斧 在对潜时可以使用阿斯洛克 这些导弹的发射并不需要特殊的装填方式 或者发射手段 这也将阿利伯克的多任务能力提升了一大截 也就是说在极限情况下 阿利伯克可以在宙斯盾系统的指挥下 同时对不同性质的目标 在射速不变的情况下发射导弹 如果MK41发射的标准导弹 无法准确拦截目标的话 那么阿利伯克舰桥下和烟囱后的密集阵 也可以作为舰艇的最后一道防线 虽然在阿利伯克设计时 密集阵系统早已在美国海军中铺开 但是阿利伯克比起前行驱逐舰的优势 主要在于它在设计一时就已经为密集阵的安放考虑了位置 让密集阵可以获得最大的射箭 并且周斯顿的冰王也可以让密集阵得到最大的反应速度 这个系统安装在伯克级上 可谓是如虎添翼 而这种以多功能垂直发射系统作为主要火力单元 安装有舰手舰炮进行辅助 以CIWS系统作为舰艇的最后一道防线 全部武器都集中于火力射击单元的控制下的设计 也带领了21世纪驱逐舰设计的浪潮 阿利伯克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宙斯顿战舰 它几乎引领了整个西方的90年代后驱逐舰的设计思潮 各种宙斯顿战舰层出不穷 甚至阿利伯克一级也能分出flat1、2、2A和3等型号 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拿到宙斯顿技术后 也制造了自己的宙斯顿战舰 那么这些战舰究竟要如何区分呢 首先阿利伯克flat1是阿利伯克的第一个型号 这个批次从首舰阿利伯克号一直到螺丝号 作为基础型号 它并没有什么可过多赘述的改装 为了安装相控阵雷达 以及为了满足舰体的隐身性能 阿利伯克级的舰桥采用了八面体节锥设计 围杆为了避免反射雷达波也采取了倾斜设计 同时伴随着舰桥后的双连烟囱 基本构成了伯克级最主要的外观特征 然后就是伯克级的第一个改型 被称为flat2 这个改型与其说是改型 将其称之为补完型才更准确 它对于flat1的改进 主要是在弹药管理和电子设备上面 而这种改进也在flat1服役后 进行的小修小补中逐渐完善 所以由于这型改装不大 它的产量也不多 从马汉号到波特号 全部的严格意义上的flat2 仅制造了七艘 而伯克级的第一个重大的改进 也是其制造数量最多的 就是伯克flat2A 这型驱逐舰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在舰尾的停机坪前 安装了一个双直升机的机库 没错 以前的伯克级只具有直升机的停波能力 而对直升机的维护和携带能力很弱 这个双直升机机库 让美国海军的SH-60海鹰舰载直升机 成为了伯克的标准配置 在增设了机库之后 伯克级的舰尾布置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伯克flat2A配备的SPY-ED的雷达安装位置被加高 避免被遮挡 后部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也因为机库的增设而被相应抬高 另外 比较整股的是 因为性能有限等一系列原因 flat2A取消了两座四连装的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 毕竟雷达可以引导标准系列导弹 对水面目标进行射击 其速度比鱼叉更快 对小目标的杀伤能力也不见得比鱼叉更低 在冷战后打不到大船的情况下 拆除反舰导弹发射器 也算是一种勤俭吃家的行为吧 而在伯克flat2A的大型号下 因为美国海军的零件更换和实验等因素 也衍生出几个亚型 比如在完成flat2A最初两艘船之后 美国海军在DDG-81斯宾赛丘吉尔号上 改装了伯克级的5英寸火炮 在除了安装有隐身设计的炮塔之外 火炮也换成了62倍径的 这也就是伯克flat2A5英寸62倍径改进型 在这个亚型之后 随着美国海军海麻雀防空导弹的上舰 高层逐渐认为 在新型防空导弹威胁下 密集阵防御系统拦截率不高 不如新的海麻雀导弹 所以密集阵可以作为选配部件 一是节省军费 二是节约重量 三还能增强战舰的正面隐身性能 一举三得 所以从DDG-85麦坎贝尔号开始 所剩下的flat2A出厂均不再标配密集阵系统 所以这又导致了一个亚型 就是伯克flat2A5英寸62倍径改进型的诞生 在之后 为了全面加强战舰的隐身能力 美国海军在DDG-89姆斯汀号开始 对全部后续批词的伯克flat2A进行了隐身设计 总体外观差别不大 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倒是聚集在烟囱上 在DDG-89和之后的伯克上 LM2500燃气轮机的烟囱不再为外露设计 为了降低电磁波反射 这些排烟口均改为内埋设计 这也是flat2A有明显外观特征的最后一个亚型 在这个内埋烟囱的基础上 DDG-91到96的伯克flat2A上 海军安装了洛克希德马丁开发的 AWL-D1RMS远程扫雷系统 所以在侧面 它们的鱼雷发射管被加高 在原先的位置上 则是容纳远程扫雷系统的收纳舱 这些舰艇将作为舰队内的扫雷舰 来开辟航道 保护航行安全 当然CWS系统还是重要的 取消密集阵来换取成本 重要和隐身性能的做法 过去看来不能理解 今天看来更不能理解 所以在DDG-85以后的战舰 海军又把密集阵系统装了上去 安装在舰身中部 两座火控雷达之后的地方 以获取最低限度的近距离防卫能力 除了这些之外 海拉姆进程导弹也被常识性的 用于替代密集阵 美国海军总共有8艘伯克级驱逐舰 获得这种能力 卡尼号 罗斯号 唐纳德库克号 波特号 阿利伯克号 罗斯福号 波尔克利号 和保罗 伊格内修斯号 除了上述所有的改型和亚型之外 咱们刚刚聊到的电子战升级的 平克尼和最近被多次提及的 Flight-3 也属于阿利伯克大家族中 两个新鲜出炉的改型 怎么样 经过火力军的一番介绍 各位现在会认识 阿利伯克级里面全部的兄弟了吗 不过作为宙斯顿系统舰船的标杆 阿利伯克级在海外 还具有几个孪生兄弟 比如海兹的金刚 爱荡 摩耶级三型 就是伯克Flight-1和2A的拷贝版本 而在韩国 则还有一级 世宗大王 那这些舰艇和伯克的区别是什么呢 金刚级很好辨认 虽然它的技术水平 大致相当于Flight-1 但是它并没有使用伯克级的倾斜围杆 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四脚格子围杆 后面的烟囱也没有采用棱角设计 而是使用了平滑过渡 另外一级海兹宙斯顿战舰艾档级 虽然乍一看 已经换装了伯克级同类的倾斜围杆 但是其特征依然比较好辨认 那就是它采用了日本传统违章建筑设计 使用的六层建桥 要比伯克级高一层 如果从尾部看 它也没有和伯克Flight-2A一样的双机库 它的机库偏左弦布置 同时机库上方有一道挤 用来容纳安装高度较高的后方VLS系统 和金刚艾档两级相对比 海自最新的摩耶级则更好辨认 在上述特征之外 摩耶级也采取了隐身改装设计 采用了和DDG-89亚星一样的内埋烟囱设计 除此之外 韩国的失踪大王号就更好辨认了 失踪大王不仅比起伯克使用了更大的舰体 多余的空间还交叉加装了四座四连装反舰导弹发射器 总共16箱发射器的数量 也让它成为了众多伯克改型与亚型中 反舰火力最突出的一型 对于阿利伯克级来说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这一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驱逐舰战术最完美的体现 作为一种在新时代引领了潮流的驱逐舰 其生命力也在新时代的Flight-3改型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诞生就是先进的代表 并且30年后依然在作为标杆 领跑宙斯盾系统驱逐舰的最前沿科技 这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以及为战而胜的水面作战舰艇